創新及科技局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Bureau 前清科技及通訊局 現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在計劃重組 这个将会是新增的14个决策局之一 专责香港的創新科技及资讯科技发展政策 以及在政府内部统筹相关的事务 2015年1月23日 香港政府提出有关撥款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申请 希望可以获得優先处理 并且破天荒地以无新条件委任杨伟雄出任首创顾问职銜 创新及科技顾问 同时邀请他加入行政会议非搬首成员 并且担任创新及科技资讯委员会主席 政府指出该委员会会就如何具策略性 及按阶段提升香港的创新及科技领域 向政府提供意见 其他委员还包括香港科技员公司董事局主席 罗范超勋等等共20多人 至于香港科学院香港Science Park HKSP位于香港新界大埔区白石角 处于吐露港元案轮近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科学院与数码港相似 同样采用一个类似大学校园的低密度规划 以高科技及应用科技包括 电子、生物科技、绿色科技、精密工程、讯息科技 以及电信等为主题的研究基地 并由上述提及的香港科技员公司 于2001年5月7日开始运作 其中香港科学院第二期 于2007年年初完成核心区内大楼 包括一座俗称金弹 又称为Time Capsule 时间錦囊的高坤会议中心 Charles-Kuhn-Karl Auditorium 这座建筑物 是以洛贝尔物理学长得主高坤领名 因而成为香港科学院的一个主要地标